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洲利比亚遭受洪水袭击死亡人数庞大 利比亚东部城市德伊纳遭受洪水袭击 今年早上已经导致2300人死亡 还有上万人失踪 当地一名部长星期二表示 已经找到1000多个尸体 并且预计最终的死亡人数将非常庞大 这一个国家分裂成东西两个部分 管理东部地区的一位政府官员 星期一表示 至少有2000多人在洪水中丧生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个估计的依据 这位官员说 洪水冲垮了城市上游的水坝 冲垮了整个社区 造成几千人失踪 社交模式上分享的一段视频显示 德伊纳人行道上 有几十具盖上无尊的尸体 不过路透社表示 没有办法读而核实这段视频的真实性 尼比亚在政治上分为东西两个部分 自从2011年 北约支持的起义引发多年的冲突以来 公共的服务已经崩溃 受国际社会公言的的尼波利政府 并不控制这个国家的东部地区 继上星期的习近希腊之后 风暴丹尼尔星期日席卷地中海 掩没了德伊纳的道路 也摧毁了建筑物 并集击了沿海其他的定居点 包括利比安的第二大城市班加西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已经抵达俄罗斯和普京会面 据俄罗斯国家通讯社俄申社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坐着的重装压列车已经抵达俄罗斯 克里姆林宫星期日证实 金正恩应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邀请 访问俄罗斯 两个领导人将在东部的城市 弗拉迪欲斯托克 中国方面称为海参威会面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这将是一次全面的访问 两个代表团之间将进行谈判 然后领导人将在必要的时候 继续进行一对一的沟通 预计普京将在星期二访问 弗拉迪欲斯托克 他将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的主要会议 这个会议将持续到星期三 他和金正恩的会面 预计将在论坛期间举行 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经济论坛上表示 每一天有1000至1500人自愿参军 他说 我们进行了部分的动员 招集了30万人 在过去六到七个月里面 有27万人自愿在俄斯军队服役 目前还未确认金正恩出席活动的地点 普京和金正恩也可能在论坛结束后举行会呜 据美国官员说 普京希望从朝鲜进行武器 而金正恩就希望获得俄斯的卫生技术 核动力潜顶 以及为他贫困的人口提供粮食援助作为回报 但平壤和莫斯科都否认 朝鲜愿意向俄斯提供武器 据朝鲜国家通讯社朝中社报道 朝鲜的代表团 包括执政党、努动党、政府和武装部队的高级官员 还包括参与国防工业和军事事务的官员 这表明防武合作至少已经提上了疫情 这位朝鲜领导人很少离开自己的国家 这是自新冠大能爆发以来 他第一次出国旅行 金正恩最后一次离开朝鲜的边境 是在2019年 当时他前往弗拉迪玉斯托克和普京回眠 普京还会见了中国国务院总理张国称 今天普京在海参威 会见了中国国务院总理张国称 普京表示 在俄中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两国的关系进入历史的最好事迹 经贸等各领域的合作发展顺利 张国称表示 两国元首为中俄关系发展定向把头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保持高水平的运行 各领域合作的发展势头良好 中方愿与何方一道 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共享发展的基因 深化互利合作 加强区域发展战略气调对接 发挥两国地方合作机制的作用 推动中俄的合作持续向前发展 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乌克兰的一项调查说 腐败比罗斯集参根据普遗性 而扎尼斯基负有直接的责任 乌克兰伊尔科赋利夫民主创业基金会 以及基库国际社会学研究所 一项调查显示 绝大多数的乌克兰民众认为 总统扎连斯基应该对国家的腐败负责 受访者甚至称 腐败是比俄罗斯的战争更大的发展障碍 多达78%的受访者认为 扎连斯基对政府和地区当局内部的腐败 负有直接的责任 他们认为 这个对沃南创业精神的损害 比俄罗斯的战争更大 税收管理的不力和国家支持有限 被认为是阻碍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 不过被访的沃南民众表示 反腐败的斗争正在变得更加有效 2018年只有17%的人认为控制措施有效 目前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一半 而超过20%的人表示措施并没有效果 或者几乎没有效果 而2018年这个比例也超过一半 看来舆论在这方面已经完全改变了 这两个组织的调查在今年7月3日至17日期间举行 结果已经在星期日公布 在这次的调查中 2011年已经参与过同一调查的人 再次被询问他们的意见 受访者来自烏南的所有地区 除了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顿治亚、努金斯亚、 克尔松和克利米亚等地 扎连斯基对荷兰的乌兰学生发表演讲 乌兰总统扎连斯基在今早早11点 通过视频直播 向荷兰的乌兰学生发表讲话 这个演讲是由荷兰拉顿大学 和海牙应用科技大学组织的 扎连斯基在向学生发表讲话的时候 通过视频连线表示 俄斯希望确保种族灭绝的政治成为新常态 扎连斯基在谈对俄斯时说 他们希望种族灭绝成为幕后的黑手 并且想要冻结战争 将令人震惊的场景变成日常的事情 他表示 世界还未采取足够一致的行动 来反对这个做法 这就是乌兰试图建立新伙伴关系的原因 这位乌兰领导人 赞扬荷兰作为乌兰的盟友 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 他说 你们的参与 有助于我们将世界团结在一起 实现共同的价值观 这个将使我们的防守更加强大 美国的副财长谈中国的经济 美国副财长阿德耶莫9月11日接受电视局访问说 中国的经济正面临重大的阻力 如果访问 主要会打击鄰国 当然会影响美国 阿德耶莫11日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指出 中国有足够资源应付短期经济问题 但必然会面临人口结构 及高负债等长期结构性的经济问题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更难应对 他被问及北京会不会出售 手上的美国国际时说 他更关心中国经济的放慢 对邻国及欧洲的影响 而不是考虑对美国的影响 又说北京部分的决定 会影响特定的公司 但官服经济对美国的影响有限 他敦促中方向私营部门开放经济 说可以通过创造竞争 促进经济的发展 黄芳和周小平夫妇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 大纳乎阿兰 据X频道的用户John John的消息 9月11日 黄芳和周小平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 为他们的行为辩解 声称可能是纳粹 而马里乌波尔的歌剧演是不入轰炸的 中国一个字媒体代表团还有莫斯科 他们今天通过莫斯科搜索 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黄芳在发言中说 当我看到乌兰纳粹 正在杀害顿巴斯的孩子的时候 我耐心一阵愤怒 所以我决定来到顿巴斯帮助这些孩子 在新闻发布会中 周小平将剧影响破坏 是归咎于乌兰而不是俄罗斯 并且还支持俄罗斯的其他宣传 说俄罗斯是保护当地的居民 免受北约的袭击 先前 黄芳在马里乌波尔被扎的剧演 高唱苏联的战争民国卡州沙 她的丈夫周小平力挺 甚至引起乌兰外交部抗议 称之为道德的伦相 看来这件事还未然 正在升级成为更大的外交事件 《人民日报引用讽刺师宣传杭州的美景》 杭州的亚运会开幕在职 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 在微博上引用了一手 原意是讽刺的股诗来宣传杭州的美景 被网民批评文法水平低 或是高级黑 《人民日报》星期一在新浪微博上 发起了个话题 跟着货文看杭州 为9月23日将要开幕的 《杭州亚运会》倒计时制造热路 在微博中 《人民日报》引用了 南宋斯人临声的提林安底 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山外青山流外流 西湖江武几时休 暖风分一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变咒 不少中国官方的媒体账号 也都转发了这段微博 提林安底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 移民五年级上载的货本中 不过这首诗的原意 并非赞美杭州的景色 而是用直把杭州作变咒 来讽刺当时的南宋朝廷 不思进取醉生蒙死 表达了私人对统治者的不满 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 《人民日报》的微博 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有网民质疑 编州的文化水平低 连小学生都不如 也有网民认为这是高级客 宣传口被满透了 目前原微博的内容 已经被《人民日报》删除 而转发的其他中国官媒 也纷纷删除了这段内容 好,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